涛哥今天给他带来的是伊朗恐怖电影《阴影之下》 电影是发生在两一战争时期 女主本想回到学院 请求院长让自己修完未完成的学业 但是却遭到了院长的拒绝 女主很伤心的回到家后 就将自己所有有关医学的书籍打包并锁在了柜子里 第二天 女主兴高采烈的出现在餐桌上 本想与家人一起愉快的吃一顿早餐 只是丈夫却在这个时候拿出了真兵通知 女主当下就不乐意了 饭也不吃了 扎起头发就开始跳剑美操 丈夫见此情景也不好说话了 随后丈夫见女主的情绪好点后 本想劝女主带着孩子去自己的父母家一起生活 但是女主却很要强的说自己可以照顾好女儿 丈夫很是无奈 很快就到了丈夫要离开的时候 尽管之前和丈夫耍了小信子 但是关键时刻 女主还是投入了丈夫的怀抱 并目送丈夫离开 当天晚上 女主刚刚进入梦乡的时候 突然听到女儿小爱在叫自己的名字 女主迷迷糊糊起床后 发现小爱居然尿床了 当女主问到为什么不去卫生间的时候 小爱却说家里黑乎乎的挺害怕 还向女主说出了恶灵的事情 当女主问小爱是在哪里听到这些的时候 小爱却说是邻居的侄子告诉自己的 女主愤怒了 急忙赶到邻居的家里准备讨要说法 谁知邻居却说恶灵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自己的侄子却是个哑巴 自从没了父母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倒让女主有些不好意思了 随后女主回到家也没有再追问小爱 反而和小爱开始玩游戏 而就在这时 女主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说 导弹可能袭击女主所住的地方 希望女主考虑一下赶紧带着小爱离开 但女主却说自己可以照顾好小爱 挂掉电话后 女主就跑去听广播 但就在这时 小爱却不听话的跑来骚扰女主 女主一声怒吼 给小爱吓得直接躲在了床下 没过一会儿 地震式的震动席卷着整个公寓的人 人们都跑到了安全庇护所 这时楼上的老爷子突然晕了过去 女主受一家人的委托跑去救人 但是刚进门就被吓蒙了 这导弹植入房顶部说 居然还没有爆炸 这得上辈子击了多少得呀 随后女主尽力救老爷子 但是老爷子还是没有救下来 震动结束后 有关部门将导弹拉出 女主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平静 但是从那以后 小爱开始变得很不正常 大半夜经常想要自己的娃娃 最后还高烧不退 这倒让女主有些担心了 画面一转 公寓内的一户邻居开始向女主道别 然后离开了公寓 随后女主在做饭的时候 偶然看到了被扔掉的录像带 于是急忙跑去找小爱问个清楚 所以小爱却跑到楼上 大喊大叫的找她的娃娃 女主因为吵到邻居感到很是抱歉 于是就跑到邻居的家里去道歉 但是邻居却说 小爱的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大概是导弹的入侵带来了什么东西 女主表示不能相信 但是出门后就到另外一个邻居的家里 看了关于恶林的书 当天晚上 女主正在睡觉的时候 发现又有一户住客搬走了 但女主依然坚持住在这里 第二天 女主带着小爱去看医生 但医生得到的结论 却是因为压力过大造成的 女主有些不敢相信 回家的时候 在路边见到了邻居家的小哑巴 出于好心将小哑巴带回了公寓 但是没想到的是 刚刚的重逢居然就变成了离别 公寓内最后一个住客也离开了 女主再也装不下去了 于是回家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但是小爱坚持要带着自己的娃娃离开 女主见小爱很是固执 无奈的开始翻箱倒柜的寻找 但是娃娃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 当天晚上母女二人睡觉的时候 女主似乎看到了一个老头在偷窥自己 但当女主跑去查看的时候 老头居然从天花板上的裂缝里钻了出去 女主害怕的急忙抱着小爱离开 但是却遭到了警察的训斥 大概是因为女主没有带头巾 于是就被警察带到了警局过了一夜 第二天 女主回到家后 先是将天花板上的裂缝粘住 然后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但是话还没有说完 窗外似乎刮起了大风 还有什么东西漂浮着 女主撞着胆子跑去查看 却发现是被导弹撞开的大坑 里面还有自己的医书 女主急忙返回房子后 打开被自己锁上的抽屉 发现里面并不是自己的书 而是被肢解的娃娃 当小爱看到时 就埋怨女主为什么这么做 女主却说那并不是自己做的 并发誓自己会修好它 随后女主将修好的娃娃送给小爱后 小爱开始笑了 与此同时 家里突然停电 警报再一次响起 两人穿着衣服 就准备去安全地带躲避 但是就在女主准备离开时 女主在走廊 听到了小孩子的求救声 女主以为是小爱 于是急忙返回到房子里去救她 却发现躲避在床下的 居然是个怪物 女主被吓得急忙就逃出了家 跑进楼道后 发现小爱好好的站在楼梯口 就在两人准备相拥时 小爱突然被什么东西包裹 女主急忙上前去救小爱 但是紧接着 背景突然变成了沼泽地 女主越现眼神 而小爱见此情景 急忙放假娃娃 并救下了女主 两人飞快地乘车离开 电影到最后 母女二人愉快地生活在了一起 小爱再也不会因为娃娃坏掉而伤心 而女主也放下了心中对医学的痴迷 两人最终开始真正地关心对方 把爱全部放在了对方的身上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